人為開發 爛肯森林 許多野生動物因此沒有棄生之所 那我們能為牠們做什麼呢 在海拔2000公尺的阿里山 有一種迷人又可愛的小生物 名字裡有魚 卻長了四隻腳 身體滑溜溜 卻愛躲在石頭下 在台灣啊 數量少之又少 牠們就是珍貴稀有的山蕉魚 今天下課花鹿迷 帶你親自走訪牠們的家 為可愛的牠們營造一個更好的環境 富裕山蕉魚 Follow me go 你怎麼會來這邊啊 老師 你來這邊帶我們來 吸收這個芬多金的是吧 這邊其實就是山蕉魚的棋地 這裡 老師 這裡草那麼長耶 而且這個山蕉魚不是應該 比較喜歡什麼溪邊那河邊 那種濕陸陸的地方嗎 這邊就有一條溪 這裡是溪流的源頭 所以我們應該往那邊走囉 其實現在這個時間是雨季 所以地表非常潮濕 所以我們在這一塊地裡面呢 都可以找得到 喔 小明 所以現在我們站的這個地方 可能就有山蕉魚耶 對耶 老師那怎麼找 從何找起 山蕉魚白天的時候 都喜歡躲在石頭底下 欸 欸 你可不可以就踩到人家了啦 欸 山蕉魚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可以翻翻石頭的 或許又可以找得到 看看誰的運氣比較好的 好 我跟你講 那邊靠近溪嘛 對不對 有溪 我往那邊找 機會大一些 我跟你講我覺得這邊比較多喔 賴老師說 山蕉魚是珍貴 而稀有的一級寶育類動物 要找到牠們啊 可不容易喔 嗯 今天真的看得到嗎 欸 有螃蟹耶 山蕉魚沒找到 找到螃蟹 唉 把石頭放回去 唉 不好意思打擾你啦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感覺這裡很有機會耶 山蕉魚 沒有 怎麼那麼難找 沒有 這個很有機會 唉 還是沒有耶 怎麼那麼難找 唉 老師到底有沒有講錯啊 這裡到底會不會有啊 沒有的 唉 老師這裡哪裡有山蕉魚啊 老師我這時候找不到啊 對啊 我其實找到一隻啊 真的假的 就帶你們來看 在哪裡在哪裡 就在這個石頭底下 在這邊 快點快點 怎麼翻 怎麼翻 在這邊你不要輕輕鬆 OK 老師 輕輕的把石頭拿起來 嗯 山蕉魚在哪裡 在這裡 欸 這裡 這裡 好爽耶 怎麼那麼小隻 老師這隻是山蕉魚寶寶嗎 怎麼那麼小啊 這隻不是喔 這隻已經算是成體了 蛤 大概六歲了 這隻有六歲 六歲了 但是因為牠們生活在 比較低溫的地方 所以牠們成長得非常慢 哇 摸起來就這樣冰冰涼涼的耶 看有沒有想感覺怎麼樣 QQ滑滑的耶 QQ滑滑的 對啊 老師 不是說這個山蕉魚 應該會有這個什麼 珊瑚蕉的香味嗎 你們聞聞看啊 我都聞到土的味道 你聞看 你聞看 沒有啊 我覺得沒有啊 對啊 所以其實牠有一個講法是說 牠的顏色 有點像辣椒一樣 然後是在山裡面 可以找到像辣椒一樣的東西 是喔 老師牠剛在我手上的時候 感覺這樣濕濕滑滑黏黏的 嗯 這是什麼牠自己分泌出來的喔 對 這是牠自己分泌出來的 因為牠是兩棲類啦 兩棲類呼吸方式 一個是靠肺 一個是靠皮膚 嗯 所以牠的皮膚呢 要保持濕潤 牠才能夠呼吸 嗯 所以牠就會分泌一點黏液 來讓牠的皮膚能夠潮濕 讓牠能夠進行氣體的交換 而且牠在太陽下 牠皮膚有點透明的感覺 對啊 對 牠皮膚很薄 嗯 呼吸的皮膚呢 就是要薄薄的 嗯 嗯